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上一期讲到张玉凤凤甲农威 在中南海一直弃死的事 其实正是因为这个只有小学生水平的机要秘书 不懂尊重人 当然也不懂尊重科学尊重医术 结果无意当中成了毛泽东死亡的加速师 要知道毛泽东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保健队伍 保健的水平那也是第一流的 他如果是善于养生 听从了这个保健医生的指导 有病就治 就像现在的中共国字级的领导人一样 要活上个九十好几岁 那是完全有可能的 幸好这个是人民与草界的混世魔王 你腿子出身的刚比自用传统的立根性 那是根深蒂固 加上身边人像张玉凤江青等人 又乱来不配合医治 毛泽东只活到八十三岁就一命呜呼 减少了中国人民的苦难 可能有人会说了 那张玉凤这个加速师还是有功于老百姓的了 也许吧 那这就主要是看你是怎么去看了 当然主要的还是毛泽东这个来自湖南的乡巴佬 从骨子里看不起医生 认为自己是龙体 自有天命 毛泽东私人医生李自隋回应录中就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在离开家乡几十年之后 毛泽东在1959年的夏天回到故乡韶山 6月25号到了之后 毛一晚上都没有睡 第二天凌晨就叫上李医生等人一起陪他上山去散步 毛泽东走到一处 矮矮的松树环绕的屠笼前 暂定了 深深的居了三个躬 原来这个完全不起眼的屠笼 是毛泽东父亲的坟墓 我们知道习近平凡是学毛泽东 他这一点就完全没有学到 把他父亲习仲勋的墓修得像是帝王的陵墓 有朝一日习仲勋墓的结局 可能还不如毛泽东父亲的屠笼 毛泽东一行从他父亲坟墓那里下山 顺着路就到那毛市宗池前不远的地方 毛前瞻后顾似乎在找什么 可是没有找到 李医生当时正走在他的身旁 问他在找什么 毛就说 这里原来有一个土地庙 我小的时候生病了 我母亲就带我来这里跪拜 求过钱 讨过香灰吃 韶山公社的主任跟上来说 这个土地庙去年在成立人民公社的时候给拆了 砖就拿去砌了土高炉炼钢 木头是当没用 炼钢的时候就烧掉了 毛摇了摇头说 可惜了这个庙应该留下来 农民没有钱 生了病 看不起医生 到庙里求求菩萨 讨点香灰吃 在精神上是有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人的精神没有寄托是不行的 毛又转过头来对李医生说 你不要小看这香灰 我常说 药医不死病 死病是无药医 香灰能够鼓舞精神 使人有战胜这个疾病的勇气 他看到李医生在校正色的说 你不相信吧 你们当医生的 应该要懂得精神作用的道理 小时候的经历 的确会影响一个人成年之后的认知 毛泽东面对疾病 医治相信精神作用 相信自己的天命 对从西方传来的 现代医学治疗方式 不仅是不热衷 反而是从骨子里有着抵触 导师对中国传统的土法治病 那是情有独钟 早在1963年5月的时候 张维凤被毛泽东 收为赔床丫鬟之后 仅仅只有半年 毛泽东的专业服务员 就敢不听医生的指示 用土法帮他治疗 当时毛泽东左胸的表面 长了一粒毛狼颜 张维凤就用他们乡下的土做法 一次一次的用手为毛做挤压 结果就导致 毛泽东严重感染 并且发烧 后来好了之后 还留下了窗口 与淋巴的浓洋 当然毛张两人当时是打得火热 毛这个乡巴佬 显然也是同意张维凤的 用手挤压的方法的 因为他在乡下长大 就是这么做的嘛 问题是小毛病 用这种土方法问题不大 当遇上严重疾病的时候 还是用这种土方法 甚至想用类似香灰的方法治病 那就是自讨苦吃 甚至是短命腰瘦了 前些年张维凤接受媒体的访问 总爱跟人讲述 他在毛的晚年 怎样把毛照顾得很周到 治理行间 透露出他好像是一个 很会照顾病人的人 其中张维凤是这样说的 他成功的劝说了 毛泽东做了白肋脏的手术 张维凤说 1975年7月的某一天 那天天气很好 毛泽东也难得睡了个好觉 总共睡了六个小时 下午四点 他醒来的时候 我问主席 你今天休息的怎么样啊 主席说 我休息的很好 睡了一大觉 我接着说 主席既然你休息的很好 今天我们就把那件大事给办了吧 主席问 什么事 我说 不是动白肋脏手术的事吗 你不是已经答应过了吗 那段时间呢 只说了要做个手术 但没确定的是哪一天做 我想啊 这天呢 是很好的一个时机 就动员了主席做 主席点头表示同意 并说啊 做 这个故事啊 一方面就说明毛的固执 以及呢 一言九鼎 一方面呢 也说明了张维凤对毛泽东呢 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因为毛泽东总是担心了别人要害他 对要他做手术的事啊 那是万万提不得的 张维凤的劝说呢 成功 的确呢 是不容易的 但是这个故事只是毛泽东多年的治疗中的一个小插曲 并不能成为张维凤对毛泽东的健康有多大帮助的证明 事实上 根据毛泽东斯林医生李治隋医生的这个回应录啊 在治疗毛泽东病情发展的过程当中 如果不是张维凤多次不配合治疗 毛泽东甚至飞兰医生 毛泽东在1970年的肺病啊 就有可能不会发展到后来的不治之症 毛泽东也不会在还没有满83岁呢 就去见了马克思 根据李治隋医生的回应录 1970年11月 也就是林彪在两个月前呢 叛逃衰死在蒙古之后 毛泽东得了肺炎 当时李医生远在黑龙江省的某登江市 也就是张维凤的老家呢 治教当了这个吃脚医生 由于毛得了肺炎 张维凤呢就建议毛把李治隋医生 调回了中南海 问题是李医生一方面建议毛吃人生 增强抵抗力 毛又说他不信中医 不吃 毛呢 另一方面呢又拒绝打针 甚至要他照个尔克斯光 做心电头也不做 结果身体是越来越差 1972年1月中共开国元帅啊 陈毅的葬礼的时候 毛泽东虽然当时是强撑着参加 但是呢身体明显的是越来越弱 关于毛参加陈毅葬礼的是 张维凤和李治隋医生都有回忆到 并且啊都说是毛泽东参加完葬礼啊 因为站得太久了一些 在回程上汽车的时候 几次抬脚啊都蹬不上车 李医生说最后还是他在后面呢 向上扳腿啊 毛才上了车 而张维凤也提到呢 是他帮助毛才上了车的 搞得到当时毛的这个庞大身躯 他们两个啊 有可能是一个扳腿 一个搀腹 合力呢 才把毛弄上了汽车的 不过两人在回忆的时候 都没有提到对方 到1月18号 毛的病情加重 连脉搏啊都摸不清了 为此呢 总理周恩来决定呢 就成立医疗组 抽调人员对毛治疗 在这个关键时候呢 毛泽东的大管家张维凤 却避不见担任医疗组组长的李治隋医生 无法呢制定有效的治疗方案 李医生说他后来才了解到 张维凤啊 当时正在透过北京市委出记呢 兼市长吴德 把他父母和妹妹呢 张维梅的户口啊 由某丹江呢迁到北京来 由于当时的美国总统李克松 将于2月21号访问中国 毛泽东最终呢还是接受了治疗 不过在2月1号 毛的护士长吴旭军 在毛的左背呢 打了一针抗生素 过了20多分钟 毛突然咳嗽 但是呢 不能够把痰咳出来 结果昏厥过去 李医生马上打电话呢 叫急救 但是10多分钟都不见有人呢 最后只好由另一医生啊 用吸弹器呢 插入喉部吸出弹 毛才苏醒过来 花了10多分钟 才把毛泽东救醒 事后张维凤向周恩来 告李医生的状 后来才查清楚啊 所谓是恶人先告状 原来张维凤吩咐啊 要卫士呢 不准李医生 进毛泽东住的游泳池旁的那个房间 而急救用的氧气瓶啊 和吸弹的机器呢 中央警卫局也不同意拿进来 这才导致了呢 这起恶性的事故 张维凤为什么不让李治隋医生 这个毛泽东的医疗组长 自由进入毛泽东的住处呢 这个与江青和李治隋医生当时的矛盾有关 由于张维凤地位日益重要 在江青的巴结之下呢 张维凤和江青就成了同伙 处处呢 针对李医生 包括了我们在上一期讲过的张质疑李医生的故事 另外也就是在这次事件当中啊 在毛昏厥之后 汪东兴立即打电话给周恩来 周呢 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 一听到这个消息啊 周恩来当场那是大小便 实际都拉在了裤子里 经过治疗毛的病情大有好转 后来呢 还顺利会见了来访的美国总统李克松 李医生说 在不间断的治疗之下 到三月中训 毛的水肿完全消退 肺部感染呢 也痊愈了 不再咳嗽 而且在重病期间呢 还系了烟 关于毛系烟的是 张维凤也有提到过 应该说 这是他第一次与毛泽东发生争吵 当时是毛泽东在医生九劝之下 都坚持不戒烟 张维凤在一怒之下呢 把香烟扔进了游泳池 毛泽东哪里受过这样的气啊 于是呢 就大骂张维凤 张维凤呢 也不示弱 两人就大吵一场 后来张 还是把香烟给捡了回来 但是毛就说啊 他从此再也不吸烟了 毛就是这样一个人 也就是在张维凤的这个土方法之下 终于戒掉抽了一辈子的香烟 但是毛的身体啊 已经衰弱 整天和张维凤在一起 张对毛的控制力呢 也越来越大 据李医生介绍说 在毛戒烟之后 张维凤要毛啊 每餐都喝一小杯的茅台酒 李医生呢 当然对这个是强烈反对啊 因为怕这个烈酒呢 容易引起这个壳啊 惨啊 但是毛说啊 他已经都戒烟了 以前呢 也不是太爱喝酒的 一点点茅台啊 应该不会怎样的 喝一点呢 对这个睡觉可能还有点帮助呢 由于张维凤很喜欢喝酒 在他的这个鼓动之下 毛那当然是听不进李医生的话了 到了1974年 一方面由于毛的拒绝治疗 一方面呢 也由于张维凤的这个喝酒疗法啊 毛那是旧病未遇又有了新的毛病 毛两眼的势力啊 以下降到只能分辨光亮与黑暗 手指呢 放在眼前都看不见了 说话不清楚 舌头似乎运作不宁 即使是相当熟的人 也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 嘴呢 那是经常伴张着口尘很少避拢 两手两腿无力 手掌的肌肉和小腿肌肉呢 明显的萎缩 经过多方的检查 医生们认为呢 毛泽东当时是得了一种 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疾病 在西方呢 称之为肌肉萎缩症 也就是大脑眼水和脊髓内 主宰猴 咽 舌 右手 右腿运动的这个细胞啊 逐渐的变质死亡 一般而言 得了这种病呢 大概只能再活两年 然而1974年7月17号 当这些医生们呢 正在制定这个医疗方案的时候呢 毛泽东突然决定呢 要到外地去视察 他在武汉呢 一住是两个月 毛的病情的增状呢 是更加的明显了 但是毛坚持不让治病 也不可能见任何的医生 到了1975年2月 由于病情恶化 仍然在杭州巡视的毛泽东 在无赖之下 就接受了这个输液的治疗 负责的医生呢 当时是胡旭东 在张伟凤的指挥下 胡旭东呢 开始给毛输液 胡旭东 为恐发生这个输液反应啊 每次输液呢 都加入了相当大量的荷尔蒙 到4月底的时候 毛从杭州回到北京 这个时候的输液呢 已经是欲罢不能了 但是根据化验的结果啊 李医生指出啊 这个输液呢 应该要暂停了 专科医生也说啊 这样的说法啊 是个大问题 不要老毛病没治好 又增加了心病 但是张伟凤不同意全庭 只好呢 改成隔一天输液一次 张伟凤不仅对这个治疗 是指手画脚 还开始呢 为毛泽东勿设起医生来 到了5月中旬 张伟凤在国际参考的这个上面呢 看到中国啊 被派往罗马尼亚呢 给他们一位领导人看心脏病的 两位医生啊 治疗的效果非常好 就建议把他们呢 叫来给毛看病 毛呢 也同意了让两位医生啊 参加这个医疗组的工作 但是他们对毛的这个病情啊 感到很难办 因为呢 并没有好的这个治疗方法 到了6月呢 就发生了 张伟凤呢 骂毛泽东是搞的事 我们上期讲过就不重复了 再来到了10月 毛的病情呢 继续加重 李治隋医生呢 就向中央办公厅的张药池建议 让这个神经内科医生啊 住进中南海的工资楼 以密切了观察毛的这个病情发展 但是张药池不同意 他说啊 张玉凤说了 这些医生啊 不顶用 进来啊 也是吃闲饭 他不同意 怎么让他们进来呢 从这个时候开始 毛和张玉凤开始的 每天呢 在泳池的这个书房里 就看这个台湾和香港的这个影片 泳池大厅的北端呢 也改装成了一个电影放影室 每一次放影呢 一定都要叫上这个医疗组的医生去看 还不去还不成 这个时候毛的身体更加的衰弱了 连站立起来啊 都很困难 连续吸氧气时啊 只要稍有停顿 立刻呢 这个就会出现缺氧的这个症状 吞咽呢 也十分的困难 但毛仍不同意下胃管鼻石 只能呢 在左侧位呢 使糊状的食物啊 流入食道 为了补充这个营养啊 医师研究啊 就给予毛静脉输入了 人体必要的这个氨基酸 在这种情况下 张药池又传来张玉凤的意见说啊 医生只会给病人用药 但是呢 自己却不试试看 后来 以被毛泽东定为接班人的华国锋呢 就试了下胃管的味道 之后医疗组的医生和一群工作人员呢 也都试过了 但是张玉凤提了要求呢 却自己不试 他说 我试有什么用 我又没有病 我试了 主席也不一定同意下胃管呢 毛果然不同意下胃管 到1976年5月11号 毛的心脏又发生了大量的早跳 全身出汗 呼吸急出 一开始这个张玉凤还不让检查呢 医生们深恐这个毛啊 是心肌梗死 坚持检查 而这个心电图显示呢 心内膜下了心肌梗散 心跳不规则 经过抢救啊 逐渐的疏解了 毛的贴身护士 孟景云和李宁师后来呢告诉医生们说啊 当时啊 毛泽东和老挝的总理凯山会谈完呢 没多久 就和张玉凤呢 大吵了一架 这可能呢就是导致毛心肌梗塞的原因 当时华国锋 王洪文 张春桥 全部都赶到游泳池 他们询问完了罚座的情况之后 华国锋对张玉凤还说啊 主席年纪大了 有重病啊 伺候他老人家要有耐心嘛 张玉凤呢嘴里还嘟嘟嚷嚷 很不耐烦 王洪文呢也凑过来说啊 小张 好好事故主席啊 我们感谢你 病到这个程度 张玉凤呢 仍然要毛泽东看电影 医疗组认为啊 应该让毛保持安静 看电影啊 很不合适 何况呢 有些片子内容呢 是荒诞吃鸡啊 看个电影 还要把毛从床上呢 搬到沙发上面 恐怕心脏承受不了 但是张玉凤不听 6月20号 毛泽东显得烦躁不安 一整天换床换来换去 李医生怀疑他的情况呢 有变化 到了傍晚 李医生同一个心脏科医生 告诉张玉凤啊 毛的这个脉搏啊 早跳多 心电监护显示呢 这个心肌供血不足加重 两个医生都要求啊 张玉凤少让毛活动 尽量的是保持安静 张玉凤说啊 我看主席通平常差不多嘛 发生不了什么问题的 医生们告诉他 如果不小心会发生心肌梗塞 张柳头就走了 说我看没有这么严重吧 其实干扰治疗的还不只是张玉凤 中央办公厅的王洪东兴张药词 等也不能给予有效的这个配合 甚至呢是帮倒忙 例如由于政治局决定 有华国锋王洪文等领导人呢 在毛泽东治疗期间值班 随着有时候毛的病情稳定啊 王洪文开始也坐不住了 他说呢 已经给毛进口一台图影机啊 可以将电视的这个影像 涂视到一面大荧幕上 又说从香港进来了几部影片 等毛好一点以后啊 就给毛放影 此后呢 几乎每天晚上啊 都要放一到两部影片 有好多次呢 在白天的时候啊 要找张药池都找不着 后来才知道他和这个张玉凤呢 去看电视 看路语片去了 只是有时候江青啊 突然跑过来 那个电影和电视的放影呢 才立即收场 医生曾经同中央办公厅 主任汪东兴谈过 说毛泽东仍然在病危之中 他们这样的做法啊 会影响大家呢 专心医治的 但是汪东兴说啊 他们跟他们的 你们治病 互不相干 有什么关系吗 汪东兴不知道的是 看电影 的确是会严重干涉到 医疗人员的作业的 有一次这帮家伙 还把毛鼻子用的 这个压力棒延长线啊 拔走去擦影像设备 李医生为此当面质问张药池 张药池说 治疗主要靠你们医生护士 那些人不懂医 一天到晚坐在那儿也不行 我叫他们在里面装个电铃 以后有事按电铃就可以了 毛泽东在打天下的时候 可以说还是有一点容忍之量 世人之志和用忍之处的 不过当做了天下之后呢 那些当年的有功之成全都成了他的对手 一个个的加以整数 年代全中国老百姓遭殃 而他身边的这些人呢 基本上都是一些文化程度不高 来自农村头脑简单的人 也就是一群像张玉凤 王东新 张药池等媒文化的人围在身边 这些人虽然对毛忠心耿耿 但是呢 却没有基本的现代科学常识 现代医学知识 因此毛泽东注定是不得好死 更加令人唏嘘的是 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 毛泽东才是他们作为作福的最大后台 等到毛泽东一死 他们这些人也就树倒胡顺散 没有了折阴的大树 就只好面对各自悲催的人生 他们本应该尽职尽责的 照顾好毛的健康 延长毛的寿命 才是他们的福气 张玉凤作为毛最宠爱 最信任的贵妃 他在当时就是不懂这个道理 更在不知不觉之间 成了毛泽东死亡专烈的加速师 等到毛泽东见了马克思 他才知道 他的苦日子就要来了 下一期我们将继续讲张玉凤的故事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